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解一下 一点透视,两点透视,三点透视的画法 透视到底重不重要 可能有很多人会有很多疑问 不就是画画 有很多同学,他没有办法把很多东西 能够很有层次 层次就是有前后的感觉 有一层,两层,三层 从近到远 这种层次感 给表现出来 基本上就是他对他所看到的东西 他没有办法去诠释 比如他眼睛他看,他看得懂 但是他画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把他正确的表现出来 所以在绘画里面 就有一个画法 叫做透视的画法 他基本上就是 通过用一点 两点 甚至三点 的方式去呈现 一般照眼睛所看到的角度 他也不算是最远迷 但是他是一个最接近 的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开始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透视的画法 会有哪几种 或者是有怎么样的变化 我们可以同基础去了解 对以后呢 可能你们在应用的时候 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或者有帮助 不只是你现在做的功课 可能以后你 在你的职业上 可能你也会用得着 那 简单来讲 我们就 从一般上的这个 透视的理解 比如说这样子 从一般上我们水平线 所看到的画面 水平线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那个水平线 然后有两个点 然后两个点互相交叉 交叉之后 它会呈现一个这样子的立体状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立体状 这个虽然还没有呈现 画出来的效果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有几个点是我们可以看得出的 比如说 假如 我们把这个水平线 设定的比较高 这个是在中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透视 假如你有一个立体状的东西 就是我们叫Cube 那种形态 它画出来的角度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假如说 你把你的透视的角度 往上移 那你就可以看得出 你就画得出的 那个角度 看下来的那个效果 所以一般上的 我们在画一个 比如说一个城市 或者一些建筑 从上面看下来的那个效果 或者一些室内的设计效果 那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把你的水平线 移到最高的位置 那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如果你把你的水平线拉低 那你会出现的就是 在好像 我们讲在地上 在地上 蹲下来的那个效果 就是你这样蹲在地上 然后你往上看 这个高建筑物的 这个角度 这个呢 我们就叫做 比较低的角度 所以就是说 单单从水平线的设定 从中间来讲 这就是一般上 我们站立的那个角度 一般上我们画站立的角度来讲 通常这个会指是 天空 这个是陆地 所以这个是天空和陆地交界的一条线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条线 那如果说你的天空是比较少一点的 你可以看到大片的陆地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子 就是从高空看下来的 你要蓝图的那个效果 要不然就是从地面上 然后你蹲在地面上 看着很高的建筑物 的那个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 它三个不同的水平线的设定 最大的那个差别 OK 所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次要画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画 那我们就简单用一些 一般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个 形状 就好像说我们一般上的 Cube的那个形状 我们Cube的形状 比如说 假如我把它 按照这个形状 把它给画出来 这个形状 然后这个就往这边 这个就往另外一边 这个就往另外一边 这个就是一个Cube的那个 形状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假如 你没有那个Cube之后 那你就看到 这个就一个立体状 呈现的那个效果 OK 那我们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 转换那个角度 我们先把它放入旁边 那现在呢 这个呢 我们就 转移 那个水平线 要靠建筑 要低的 那我们就 再开始画多一次 根据这个形状 一般直线 全部都是直的 我们一般画 透视来讲 画直线就可以了 除非你要画的很特殊的 斜线的话 那上面就是第三点 或者下面就是第三点 那个呢 我们就会用 那个效果就比较接近于 好像 鱼眼的那种效果 所以这些斜线呢 基本上就是对着 这个第一个消失点 所以这一边呢 就对着 这个第二个 消失点 所以 这个就是 从水平线 的角度 看上去的 那个建筑的 效果 OK 那我们就 先把它 移去旁边 然后 我们再 试下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高空看下来的 那个角度 高空 然后 再把它移移 所以 这个不一定是四方形 这个可以根据你洗 你的需要 你要画的那个图 到底是 哪里瘦 哪里宽 OK 你自己去调整 好 我基本上这边呢 只是给你们做一个参考 然后 我们就开始画 这个 所以 所以 现在这个呢 你就看到是一个 很高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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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透视下来的 那个效果 OK 那旁边你可以加马路 还是其他的建屋 住屋 等等 你都可以继续的 用这些线 透视的线 然后 可能有高低 不停的 你都可以继续的加上去 当然这个加就取决于你喜欢 比如说你要在旁边加着 怎么样的 瘦的还是肥的建筑 这一点就堆在这边 还是这个建筑是向里面的 可能它是稍微里面一点的 可能它是比较矮一点的 可能它是比较矮一点的 这个是对着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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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就是 你可以排列 当然越远是越小 不可能是越来越大 所以你要自己懂得怎么去调整 然后你的角度 OK 所以这个就是 一些形状 在不同的那个 我们讲 不同的角度 所产生的那个效果 和那个差别 OK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其他的 我们 会用到的一些画法 我们常用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好像这样 我们会用到一些设计的用途 当然 形状是跟你的产品有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这一些呢 可能就不是形状 比如说 我们做一些设计 有文字之类的 我们就简单来讲 比如说一些字母 我们怎么样把它给弄得比较有立体感 比如说 就简单来讲 弄一个一字吧 一 我可以跟着这个线 就有一个一字了 在有的一字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怎么把它弄成有厚度 那我们要怎么样调 让它的厚度可以 的虚线可以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 加上去 当然你可以把厚度是加在前面 加在后面都可以 是你自己的喜欢 但是你要注意的就是 你要怎么样把它厚度 准确的加出来 比如说 那在这个字来讲 这个字来讲 它的厚度 一定是要对着这个点 因为 这个是它的面 这面 是由这个 一个点 拉出来的 这个 第二个点 就是取决于做它的厚度 所以也就是说 你要拉那个厚度出来 它这个点 应该就是 停在 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拉一个距离之后 你会看到那个格子缩小之后 它是往这边去的 那你就 从这边 OK 你可以拉线出来 或者是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点 做一个点 都可以 方法有很多 你要用哪一种方法都可以 做点也好 或者是 拉线也好 其实都是它的形状 我们要知道 我们画样东西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 比如说这些 是画到这边 画到这边 那你就要 跟着它的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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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一个简单的3D的效果 再往右边的方向呈现出来 所以就有一个简单的3D 类似立体的形态 先把它放去一边 再移动一下透视的角度 现在我们就来画这边 所以我们现在是靠橙色的这一边 来画同样的字 但是不同的角度 我们现在给它有点不同 现在这个角度 刚才是在水平线 那我们现在把它移一下 水平线往下移 所以你可以发觉它下面这边 它是比较平的 上面的位置 它就会比较高一点 这就是当你转换不同的角度 你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效果 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官 OK 那譬如说我们现在就开始画这一边 好 好 那同样呢 在这个状况里面 我们现在画了一个形状之后 这个是在左边的 这个文字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下面移一移 好 那现在你就稍微要注意一点了 尤其是我们要 面对有些角度很大的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特别注意 到底那个点 会不会是对的 比如说 这水平线 这是水平线 正式的水平线 因为刚才我都往下移 所以水平线是在这个位置 我点在这个点 那因为这个是很斜 也就代表上面的斜度会非常的斜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点计算来讲 这个点 这个1 然后的厚度 这个1的厚度 它是非常斜的 当然它不可能是这样子上去 它只能够说 我们是以比较远的角度 看这个厚 厚度 然后这个点呢 其实 因为刚才我没有移到 所以 我们就移一下给你看 应该是 所以它的厚度呢 再加上这个点 再加上这个点 角度 然后 比较合力一点 角度 所以 它的斜度 上面是比较高一点 下面会比较平一点 所以呢 在这个 你要下那个点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点到这边 如果是这个点的话 那你要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真的最影响 因为有时它的厚度 可能 可能 如果你跟着它的 它的透视去计算来讲 它会好像很不自然 所以 你有时是可以 我们讲说 稍微修改 让它比较合力一点 比如说 我如果参考 刚才 沿途所画的那个 那基本上 它的厚度 应该没有可能 以这条线为标准 它应该是瘦一点 所以我会 建议 这个 我就会把它点 可能点到这个位置 至于这边来讲 因为它是斜嘛 往这边来 这个点 我会点到这一边 所以它厚度会比较合理一点 同样的 参考这个厚度 然后这边 我把它点到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这边也是点到这个位置 因为它是接近水平线 所以基本上就看不到 所以这两个就看不到 因为你这样子拉过去 它这个透视线 是在这个字体的后面 所以基本上是看不到 所以我们把它完成它 它就呈现这样子的效果了 它就呈现这样子的效果了 所以这个是左边的 OK 然后我们把右边放在那边 然后我们把右边放在那边 所以这个就是左右边 两个字 经过透视的那个安排 经过那个点 然后我们把它画出来的那个效果 OK 所以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示范 给你们知道 就是说 简单的立体形状 OK 从立体的形状 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到 包括字形的设计 包括中文字 英文字等等 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 希望在 这个示范对你们有帮助 所以在接下来的功课里面 你们就可以参考 这个方法 把它逐步的完成 完成你们的设计 也希望你们可以用得到 在你们做草稿 等等 这边 可以帮得到 你们了吗 OK 我们就这样解决到这边 谢谢